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晚间在大马路上 一名穿着白色背心的男子呢 他是站在路中央 他的右手上呢竟然是拿着一把蝴蝶刀 不断边走呢边挥舞吓坏路过民众 而他们也立刻报警 事后呢警方到场呢是立刻持这个电击枪 和令男子放下这个刀屑 男子见到警方来了 也只好乖乖配合指令放下手中的刀 而根据了解呢 事情是发生在25号晚间9点多 有民众呢在男友来到这个苗栗竹南的火车站要来搭车 两个人一开始是在聊天 只是突然听见有刀子的声响 一看才发现原来是这名男子呢 在挥舞手中的刀子 因为呢旁边还有其他路过的民众经过 民众担心呢他会情绪失控攻击路人 于是赶紧报警 而警方获报后呢也立刻到场 要男子放下手中的刀 而根据警方调查呢 原来这名33岁的陈姓男子 疑似是和朋友在讲完电话之后呢 情绪激动才会不断的挥舞手中的刀子 幸好呢他没有攻击路人的行为 造成人员受杀 而男子最后呢也被警方 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送败 你找不到 我看我 你找到